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N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答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在1970年代 美国曾经宏极一时的 非常重要的一本书 这本书翻译成为中文之后 透过当时尤其时 读者文哉的介绍 也一度在台湾 掀起了阅读的热潮 有一整代的年轻人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 没读过这本书 就算没有读过 也一定听过 翻译成为中文的书名 这中文的书名 叫做天地一杀欧 现在有高宝书版的最新的重印本 所以大家如果听过天地一杀欧 如果对这本书有兴趣 有好奇的话 就可以找得到这本书来读 或者是有部分的听众 你在年少的时候读过这本书 我也提议这个时候 你可以再找这本书来重读一次 天地一杀欧是沿用了中国古典的诗词 所产生的一个书名 英文原来的书名叫做Jonathan Livingstone Seagull Seagull当然就是这一只海鸥 但是这只海鸥呢 它是有一个名字的 它叫做Jonathan Livingstone 这本书就是以拟人法的方式 来写这一词 Jonathan Livingstone Seagull 但讲拟人法 其实还不够精确 我们甚至应该说 这是一种拟神法 这本书为什么引起了这么多的重视 一方面它的写法 的确有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但是更重要的 在西方的社会 因为它写成了一个清楚的预言 这个预言故事 像是以Seagull 以海鸥 重新重现了耶稣基督的故事 在1970年代 这本书的作者Rachel Buck 她因为写了这本书《圣民大兆》 后来呢 她陆续写了十几本书 但我相信台湾的读者 对她写过的其他的作品 应该都不熟悉 甚至都不知道 那这位Rachel Buck 据说她可以把她自己的身世 一路一致追索到 John Sebastian Bach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乐神巴哈 音乐之父巴哈 所以她也是一位巴哈 在她的著作里呢 都阐述了她的人生观 那就是有限的生命 不应该局限一个人永恒的追求 她非常喜欢飞行 这是为什么她选择了 不只是写Seagull 而她写Seagull 写海鸥的时候 她写的是他们如何飞行 在她十七岁之后 她就一直在飞行 她曾经最早在空军服役 因此呢 修会了超假飞机 飞过许多的不一样的战斗机 她写作也写和飞行相关的主题 她曾经替现在已经不存在的Douglas 就是当时生产DCA DC-10 这一家重要的飞机制造公司 撰写技术手册 她也曾经在飞行杂志担任特约编辑 那她的一生就一直是跟飞行 还有写作密切相关 《天地一沙奥》这本书呢 其实篇幅很短 可是呢 当时Richard Buck 他就认定这是一本完整的书 那伯伯的原稿 送到很多家出版社 都被围绝 后来是因为配上了独特的海鸥的照片 要不然说不定 这本书呢 永远没有机会可以出版问世 然而在文字和照片的对照烘托之下 这本书一出版就变成了畅销书 它在1927年一年当中狂笑一百万册 38周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排行榜 从1972年到1973年 一直都维持在出版人周刊畅销书的第一名 1973年的时候 这本书呢 由读者文在刊载了浓缩版 更被改编成为电影 这就使得这本书的影响力更大 不过在它的畅销现象的背后 有两股重要的力量 一股是教会的力量 因为这本书 它有非常明确的宗教的讯息 另外还有一部分 则是大自然的喜爱者 因为的确 Rushabach它用了很特殊的方式来描写自然 让我们对于世之平常 因此经常视而不见 例如说在海港 众多的这些海鸥突然之间 让我们可以透过这本书 跟它们产生特殊的关系 因而会去观察它们 试图要去理解它们 这本天地一艘开场是这样的 早晨蓄日东升 温柔的海面波光凌凌 离岸一英里远处 一艘渔船展开捕鱼作业 仿佛像在半空中 觅食早餐的鸟群 传播了消息 不多久 上千只海鸥都飞了过来 推挤真实 忙碌的一天又开始了 很多人应该对这种港口的情景 不陌生 当渔船走过来的时候 靠港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海鸥 同时靠近过来 或者是甚至渔船走出走近 天上都会有很多海鸥跟随着 因为它们知道 跟随着渔船就有东西吃 但有一只海鸥不一样 这独特的海鸥 就是Jonathan Livingstone的Seagull 它独自远离渔船跟海岸 它在干嘛呢 它在练习 它在一百尺的高空中 放低有仆的双脚 然后呢 抬起它的鸟嘴 忍痛 奋力保持它的双翼 扭转弯曲 使它可以慢速飞行 它在试验 自己可以飞到 慢到什么样的程度 它减速 直到微风轻声细雨 拂过它的脸 下方的海洋也似乎静止不动 它聚精会神 眯着眼睛 屏住呼吸 使劲把它的翅膀 再多弯曲一寸 因为想要更慢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它的羽毛蒜乱 蹦了 它失速了 因为它没有办法维持 这么低的速度 在半空当中 它就掉了下来 如众所知 海鸥是不会犹豫停滞 不会失速坠落的 好了 这是一般的状况 在半空中失速坠落 所以对于海鸥来说 不只是羞辱 而且可耻 当然到这一段话 我们就知道 这是拟人化的 这只Seagull Jonathan Livingstone 它和其他的海鸥不一样 它不觉得羞耻 它只是再度展开双翅 用力抖动 弯曲放慢 再放慢 它就是要试验说 可以慢到什么样的程度 当然 要试到零的程度 蹦一个 它又掉下来了 大多数的海鸥 它们学飞 只是为了要飞离岸边 去寻找食物 然后再回来 它们不会觉得 飞行是一件 要去练习 更重要 要去钻研 要去突破的事情 大多数的海鸥 认为飞行并不重要 把它当作一种工具 只是一种手段 吃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Jonathan Livingstone 他不一样 他却热爱飞行 远胜于一切 他发现这种想法 让他在海鸥当中 不受欢迎 Jonathan日复一日 当然就只能够 独自的练飞 一直不断反复练习 低速滑翔 不断的实验 以至于这个时候 他的父母 也要来干预他了 这个女人的性质 就更加的强烈 那我们看到 他不只有父母 而且呢 他的妈妈 像所有的青少年 记忆当中 体验当中的妈妈一样 都会一直问说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为什么 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要你 像隔壁的那只海鸥 或者像其他的海鸥 一样 会这么难呢 为什么你需要 去学信天翁 要低飞 那是他们的事情 你作为一只海鸥 你干嘛练习低飞呢 为什么 你吃那么少呢 为什么你不会 跟别人一样 好好的吃饭呢 你已经瘦到剩下 皮包骨了 好了 因为是鸟的语言 所以呢就说 儿子 你已经瘦得 剩下羽毛跟骨头了 但是呢 Jonathan跟妈妈说 我不在乎瘦的 只剩下羽毛和骨头 我只想要知道 我在空中 有多少的能耐 我就是想知道 爸爸呢 这个时候就来开导他 跟他说 Jonathan 冬天就要到了 到时候 你要记得 冬天 渔船就不会出海 渔船不出海 捕鱼 然后 平常浮游在海面的鱼 到了冬天 为了要保暖 他们也会潜到 海的深处去 那个时候 我们就没东西吃了 你应该要研究什么 你应该要研究食物 你应该研究如何猎食 飞行 这是我们的本性本能 不错啊 但是 这又是 父母常常说的话 飞行不能当饭吃啊 你不要忘了 飞行的目的 就是为了吃 Jonathan 听了父母的话 试图做一个好孩子 可是 他内战 就是有一种冲动 因为他没办法 阻止他自己 想要练习 尤其是 想要试验 他用尽全力拍着翅膀 从一千尺的高空处 全速朝着海浪 彼此俯冲 并且领悟到 海鸥为什么不会这样 彼此的潜水 在短短的六秒内 他加速到 七十英里 这个时候他将翅膀向上提 就会让他不稳 他在试验 相反的 一只海鸥 在飞行的时候 到底能够飞得多快 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你继续收听 杨造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书 我是Richard Bach 他在1972年 所出版的 Jonathan Levenstone 我们在中文里面 一般就把翻译叫做 天地杀 这本书有高保出版 刚刚出版的新版 所以特别介绍给大家 如果你没有读过这本书 这本书很容易读 很短 你还是值得来看一下 稍微想一下 稍微理解一下 在当年1970年代 延续到1980年代 为什么不只在美国 而且到全世界 这本书产生这么大的震撼 吸引了这么多的读者 Richard Bach 他有一个小说当中 非常精彩的设定 他设定了一只热爱飞行的 Seagull 海鸥 海鸥当然会飞 但是这只海鸥 他却特别认真的看待飞行 没有把飞行当作只是 简单 劣食的手段而已 他要试验 飞行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他自己可以飞多慢 可以飞多高 可以飞多快 可以飞得多么样的 不一样 到底他在身上 有多少飞行的本事 当然这样的实验的精神 常常给他带来挫折 甚至带来痛苦 例如说他尝试 自己到底可以飞得多快 在10秒内 他把自己飞行的时速 提升到90英里 他真的觉得 他一定是全世界 飞得可以飞得最快的 一只海鸥了 但是这种Triumph 只是一时的 他必须要减速 但他减速 他改变翅膀的角度 就立刻失去控制 对于时速高达90英里的 Jonathan来说 就好像被炸弹击中了一样 他在空中彼此的摔向 像砖块一样坚硬的海面 所以他就昏过去了 等到他清醒过来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而他在月光笼罩的海面上漂浮 他的双翼像千块一样的重 根本举不起来 但他所承受的失败 这个感觉更加的沉重 有气无力的他 但愿这重量可以重到 干脆把他就拉到海底去 结束这一切 算了 就在这个时候 他在水面几乎完全失利 无奈无力的漂浮着 内心就出现了一个 奇怪有空洞的声音 这个声音在告诉他说 没有用的 你就是一只海鸥 你受到自然的限制 假如你是注定要探索飞行 那你的身体里应该是有图表 会磕在你的脑袋当中 如果你本来是一只 应该快速飞行的鸟 那你就应该会长出 像猎鹰一样的短翅膀 而且你就会习惯 吃老鼠吃蛇 而不止去吃鱼 这个时候他改变了态度 会想说 爸爸说的对 我要放弃这种愚蠢的行为 我要回家去 跟其他的海鸥在一起 安安分分的当一只 受到限制的可怜海鸥 那个声音消失了 Jonathan也同意了 夜晚的时候 海鸥就是应该停留在岸上 然后他就发誓 从这一颗开始 他要做一只正常的海鸥 那样会让其他的鸟 都感觉到比较开心一点 所以他疲惫地 推开黑暗的海水 朝陆地飞去 他已经学会了 如何省力的低空飞行 但是想一想 这个念头又来了 不行啊 我要忘掉过去的我 不要再去想 我所学到的事物 我是一只和其他海鸥 没有两样的海鸥 所以我就应该像海鸥那样飞 所以他痛苦地 爬到了一百尺的半空当中 放弃了他原来学会的 低空飞行的方法 用力地煽动翅膀 向岸边飞去 一旦决定他只要当 尿菌当中的任何一只 其中一只 他心里觉得好受多了 他就不会再屈服于 促使他学习的那股力量 不会再要挑战 也不要再有失败了 这样很好 都不要多想 你就在黑暗当中 像一只海鸥那样飞行 飞向海滩上的亮光 黑暗 这个时候呢 突然有一个空洞的声音 在他的心里面响起 因为他在夜里面飞行 要飞回去 可是海鸥的本能 是不会在黑暗当中飞行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经常在陆地上面 会看到海鸥 海鸥不会随便离岸飞行 离岸飞行对他们来讲 太危险了 在黑暗 看不到陆地的状况底下飞行 这也是海鸥的 本能会抗拒的一种状况 Jonathan 这个时候在黑暗当中飞行 但他就看到 好美啊 月亮跟水面闪烁着波光 在黑夜里投射出点点的光芒 四周无比的宁静 他脑袋里面 那个警告的声音又在响 说下去下去下去 海鸥不会在黑暗中飞行 假如你应该要在飞暗中飞行 你会有猫头鹰的眼睛 你会有磕着图表的脑袋 你会有猎鹰的短译 在黑暗里 这个时候江德森 他飞在一百尺的半空当中 他眨眼睛 他的疼痛 他的决心 刚刚发誓 要做一只平凡的海鸥 这个时候全部消失了 短译 列印的短译 他想到了什么 因为他想到了 为什么在俯冲飞得那么快的时候 想要调整翅膀 蹦一个就掉到海里面 他发现了答案 这答案就是如何飞得很快 还能够有控制 这就是答案 然后他骂自己说 我真是个傻瓜 对 为什么苍鹰可以飞那么快 因为他的翅膀 是短的 我需要短小的翅膀 我只需要把大部分的翅膀 收起来 光靠翅膀的尖端飞行 就好了 这不就是答案了吗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又开始了 下一波他的实验 他爬到距离黑暗海面 200尺的高空上面 完全没空去想到失败 或者是死亡 他将上半侧的翅膀 紧贴着身体 迎风伸出 载如刀刃的翅膀的尖端 然后这个时候再次 催直俯冲 风向恶魔一般 在他的头部呼啸 时速70英里 90英里 他还突破了 到120英里 继续加速当中 现在翅膀在 时速140英里 所承受的压力 还不像之前 只飞到70英里 那么大 因为他把翅膀 收了一大半 只剩下露出 那么一点点尖端 然后还把翅膀尖端 微微弯曲 来缓冲 冲力 在月光下 犹如一颗灰色的炮弹 往海岸直射 这一部分的描述 就牵涉到Richard Buck 他自己的飞行经验 因为他会飞 因为他会架飞机 而且他能够架战斗机 他对于飞行的原理 非常的熟悉 他就把这样的科学的知识 技术上的知识 转到Jonathan Livingstone 这一只海鸥 描述他的飞行实验上 然后Jonathan Livingstone 片刻之前所发的誓 现在他忘得一干二净 任由疾风 把他发的誓 吹得无影无踪 然而他对打破自己的承诺 没有一点点的罪恶感 只有接受平凡的海鸥 才会遵守那样的承诺 一直在学习里面 领悟到其中傲妙的海鸥 不需要那样的承诺 这是天地一煞鸥 最吸引人 最迷人的部分 让我看到Jonathan 他那种飞行的具体的感受 藉由灵活的文字 传达出来 但是Jonathan 不是一直都能够过 这种生活 小说里面 接着就描述了 海鸥要开会 海鸥开会的时候 长老突然之间就说 Jonathan Livingstone Seagull 你站到中间去 长老以最高仪式当中 才会用的口吻说 站到中间不是因为极大的耻辱 就是因为极大的荣耀 海鸥群中最杰出的领袖 才享有站到中间的荣耀 所以Jonathan这个时候 他心里想说 一定是今天早上 其他的海鸥 大家在那里觅食的时候 看到了我飞行上的 这个巨大的突破 我并没有想要这么张扬 这么嚣张 还有我没有希望被表扬 我也不想当领袖 我只想把我的发现 可以这样飞 然后如何这样飞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为所有的海鸥指出 遥远的地平线 所以呢 他就站了出去 长老就说 Jonathan Livingstone Seagull 你站到中间 让你的海鸥的同胞们 都看到你的耻辱 他当然像是爱了一惊闷鬼一样 他的膝盖发软 他的羽毛无力地下垂 他的耳朵轰轰地坐向 蛤 接受羞辱 不可能 我刚刚才完成了 这样的一个大突破 他们怎么可能不明白呢 他们错了 他们都错了 然后长老壮严的声音说 这只海鸥 轻率又不负责任 违反了我们海鸥家族的尊严 跟传统 意味着 在这个仪式之后 他要被放逐 放逐到远端的山崖去 没有人会理他 没有其他的海鸥会理他 他要孤独地过一辈子 长老继续说 有一天 海鸥 Jonathan Livingstone 你会知道 不负责任的后果 鸟的一生是未知 而且不可吃的 唯一确定的是我们生来 就是为了要吃 而且活越久越好 所以你又不重视吃 你不好好劣食 另外 你用这种方式冒险 在那里 不重视 不关心 不保护自己的生命 你是海鸥群中 最糟糕的一种示范 因此他被赶出去 海鸥不应该在 这种长老议会上回嘴 但是Jonathan忍不住 他说 一直找到生命意义 并且追求更崇高目标的海鸥 有谁比他更负责任 一千年来 我们成天都为了要翻找鱼骨头 但现在我们有生存的理由了 为了有所发现 为了自由自在 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为你们展示我的发现 但是他这一番话 他们都听不进去 他们所有的人都乌起耳朵 然后转身背着他 于是海鸥Jonathan 他就是能够过孤独的日子 不过他飞到比 他们要求他 放逐他的远端山崖 更远的地方去 他也并不为孤独而难过 他难过的是 其他海鸥拒绝相信 飞行的光荣 正等着他们 他们拒绝睁开眼睛去看 这就是Jonathan Levenstone 他的生命的意义 他发现了 他应该追求飞行 追求突破 并且在这当中 享受一种自由自在 然而 因为他的自动生命的态度 他就被驱逐 他变成了最孤独的一只海猴 我相信在这样的故事里面 大家非常清楚知道 他所彰显的特殊的意义 以及他跟人间跟人的 具体生活当中密切的连接 这本书就是Richard Buck所写的 《天地一沙奥》 感谢你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